众所周知 娱乐圈的明星收入都不少 按理说出手都应该比较大方 可万万没想到 在这样的环境中 竟暗藏着一个江湖门派 号称投门 据说在门派的掌门人 是太阳女神系呢 其门下收了许多弟子 但魏大勋作为门派的宣传大使 称得上是尽职尽责老 他经常在众多综艺节目中提到师父 而且几乎每次都有新的 事迹来立正他们的精神 巩固其门派的名声 但是这样的门派 真的会长久的坚持下去吗 自16年戏 那在某节目中 宣布魏大勋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之后 魏大勋便不断的弘扬门派精神 下面我们来看看 他的抠门是如何体现的 好友生日 送个礼物是人之常情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 魏大勋居然提了一个LV的袋子 送给景伯然做生日礼物 但小景当时在化妆 除了震惊和感谢 也无暇打开礼物 事后魏大勋在微博中 发出了他送的礼物 大家这才看到LV袋子里的内容 其实小熊还是挺可爱的 虽然因为是粉丝赠送 没有花钱 但也是一份心意 不料魏大勋突然觉得 把粉丝送的礼物转送出去不太好 竟将小熊取回 这时连粉丝都忍不住吐槽 一只熊都不给景老师 不过魏大勋也说真的有礼物送给小景 不知小景收到没有 如果说好朋友 闹一闹也就算了 魏大勋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他和王源一起买单 甚至要王源买单 而且原因竟是王源说公司可以报销 也是很可爱很单纯的小伙子了 后来好不容易见魏大勋去探班王源 本以为这下总该带点好吃的过去吧 没想到魏大勋居然说 本来是要请吃饭的 但看王源太辛苦 看着不忍心就提前离开了 网友纷纷表示 这就是你不请吃饭的理由嘛 又省下了一顿饭钱 后来他有一次 为了省钱自己在家 染大不慎物伤皮肤 师傅谢纳不忍心 给他发了一个大红包 但魏大勋居然拒绝了 原因是不能要师傅的钱 要去外面赚别人的 对此小编也是十分佩服的 很以为魏大勋会一直这样坚持下去 但是他居然为了这两个人花钱请吃饭 可以算得上是活交间了 白静廷与谭松韵和魏大勋 是很要好的朋友 而魏大勋也不知怎么突然想通 请他们吃饭 三人还饶有兴趣 的拍了好几张自拍 这时轮流当CA的节奏了 从微博互动也能看出来 这三人的关系很不一般 发博故意加上括号中英删除的内容 在评论里互对 据说发微博和评论 还是魏大勋用钱买的 在网友赞叹 魏大勋终于请客的同时 小编突然想起了 景博然和王源 莫名的有点心疼他们 不知道魏大勋此次拔毛 是否意味着要退出师门 与谢娜解除师徒关系呢 你身边有抠门的朋友吗 他们都是如何躲避付钱的